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办理婚姻共作风阔康庭 邀请到自己对高王中的男路朋友 以及到对都行婚一档来扶植 当中参加今年第一条婚姻教育下来外党 核实到经营婚姻生活的主缓和红阀 结婚是国令死命法典中的重要决定 也是家庭死命中期的建立期 结婚以后不该是只有两个人的世界 是要核实到经营婚姻的生活 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最后办理幸福开航婚姻纳豆丽娃伊 共作风的库庭 邀请到11队进入高王中 以及9队幸婚一年来的帕路 作为来参加12年度 第一条婚姻教育下来的外党 核实经营婚姻生活的主缓以及方法 婚姻蓝土建议我她 就是期待邀约我们即将迈入婚姻的这一对伴侣 还是结婚一年以内的伴侣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 期待透过这个课程让我们这些即将迈入婚姻 或是已经迈入婚姻一年的这些伴侣 她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所学习 那我们知道两个人结婚她并不是两个人结婚她其实是两个家族的人她需要面对的不是只有两个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期待透过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可能一个婚前教育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即将迈入婚姻的这对伴侣能够有所启发 然后也能够来学习 家庭教育由主乡新医书陈芳宜表示 这次上科的来龙透过体验甚至的外团安排 学员透过提问了解结婚情 就买结婚 以及结婚到老年婚姻 国家团不一样的婚姻关系的角色的发言 今天的工作方法比较像是一个部分透过短讲的方式我介绍一些也许跟关系有关相关的因素 然后在沟通上如何去比较有效益的沟通 那另一个部分我的安排比较像是体验 就是说当下的部分跟伴侣或者是即将结婚的伴侣或者是甚至已经已婚了 刚新婚的这些伴侣我们透过体验式的活动去对彼此有更加的理解 然后那个理解我其实觉得是比较像是已经是要为进入婚姻准备的理解 然后能够有更多的发现跟讨论 但我们是家庭教育中心之策 期待透过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了解到听出相方的想法 沟通、合适、方法的重要事 因为爱来、合适、合适、合适、向相方、近家、相爱 保护到经营相依加自己的幸福 为婚姻加温以及来家婚 记者等下先等苦彩虹报道 欢迎讨论 谢谢观看